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魔戒这个电影就是在纽西兰拍的 但是魔戒这本书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寫的 最早这个书其实是哈比人前传 最早拍的时候其实没有拍哈比人 后来又补拍了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看电影的话 那大概要看五部 以前说看个三部 魔戒现身 双城骑魔 王者在领 骑着马 然后攀越了雪山 那个雪山就在北岛拍的 因为在北岛有一个国家公园 它叫做Tungarino 它是火山的 所以如果你到了北岛 北岛那个地形来讲 其实就是火的地形 会冒火的 冒烟的 会火山爆发的地形 所以北岛的地形 其实就是火山地 而且会有地震 但是地震并不是只有北岛南岛 那地形来讲 北岛的它的地理里边 它的火山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所以在魔戒的拍摄里边 最后的那个所谓的 王者在领 有没有那个魔王驻的火山 其实它的背景的拍摄的方式 其实就是Tungarino 那个国家公园里边 那因为电影这种事业 就在威灵顿那个地方 发展起来 因为这位导演叫做Peter Peter Jackson 他拍了这三部电影 而且一次把它拍完 那慢慢 他把这种产业 带入到他所住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首都叫威灵顿 所以美国有一个叫好莱坞 印度有一个叫保莱坞 现在的纽西兰有一个叫做威来乌 就是威灵顿那个拍摄的那个片场 所以你到了纽西兰以后 那可能你有时候你会顺着他们的景点去走一下的话 这个地方不是拍电影的地方吗 有 所以在拍完了第一集以后 这个魔界先生 因为哈比人住的地方很小 因为哈比人他是一个矮个的那种小 比较小的人 所以他的房子当然要小一点 所以当时候为了要拍这个电影 这个所谓的场景这些巨物就要去找一个地方 然后就在一年前之 就是说要拍电影的一年前 他们就去弄一个布景地 把这个地方弄成小小的一个花园 然后有小的房间 然后有桥 有没有那个干道夫呢 骑着坐着马车 然后呢过桥 那个景呢 其实原来是用拍的 用制造的没有错 但是呢 这个哈比人住的地方呢 他们把它称呼叫做哈比屯 后来呢这个电影呢 造成轰动以后呢 诶想一想不对啊 你把它拆掉呢 就不对啊 为什么拆掉 就没有这个哈比人住的地方呢 所以呢他们就把拍片的这个片场 把它呢保留下来 所以现在呢 说不定呢 你到了纽西兰以后呢 到一个地方 它这个区呢 叫做玛塔玛塔 到了玛塔玛塔以后呢 转个弯 去到那个所谓的哈比人住的地方 去参观一下 那这个也是一个景点 所以呢 在整个电影的拍摄里边呢 除了南岛 除了北岛 其实当然还有一个布景地啦 不过呢 在魔戒里边呢 各位呢 不是有看到那位哈比人呢 戴的那个戒指呢 有没有 魔戒 魔戒是什么 魔戒就是那个戒指 那个戒指呢 一戴上去以后呢 这位身体呢就会隐身了 但是呢 会受到控制 所以呢 因为有这种电影 所以呢 魔戒的电影 演戴呢 在他们的所谓的尼尔森呢 就在南岛的北边呢 有一个艺术村呢 他们有公司也在专门做这个戒指 真的你可以买到魔戒的戒指 那魔戒的戒指要看你几K啦 所以呢 大概这个价钱呢 用台币来讲大概三万上下 三万元上下 你可以买到一个魔戒 但是呢 因为魔戒不能戴 不能用手指头戴 所以呢 魔戒呢 你要挂在你的脖子上 这个是电影啦 这个电影 所以呢 下次呢各位到纽西兰的话呢 找个地方 他有拍片的地方 或是呢 你路过去看一下 诶 这个我觉得呢 在旅游当中呢 也是一种新的一个体验啊 那当然呢 你在北边呢 你除了可以看火山以外 那因为呢 火山的地形 会造成另外一种地理的一个现象呢 它就会有什么 它有温泉 它也有喷泉 所以呢 所以呢 在北岛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城市呢 蛮有名的 叫做Rotorua Rotorua的意思呢 就是第二个湖 因为呢 当时候的毛利人呢 从海边 从这个所谓的 这个风湖湾呢 上来以后呢 它发现了第一个湖呢 叫做Rotoriti 第一个湖 然后呢 继续走以后 发现了第二个湖 这个湖呢 叫做Rotorua Rotorua呢 因为呢 它旁边呢 就有所谓的温泉的地方 那有温泉 那包括呢 它的地方也有所谓的间歇泉 我们有提过呢 在美国的这个黄石公园里边呢 有淡了大概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的所谓的间歇泉 那间歇泉呢 在西兰也有 所以呢 它有所谓的时间到 就喷出来的那种喷泉 那你也可以呢 利用晚上的一点时间 住宿在旅馆里边呢 你可以呢 可能可以泡个温泉 那温泉呢 它也有所谓的公共的澡堂 你就可以带着泳衣 所以呢 到纽西兰 你也可以带着泳衣 那你如果呢 刚好有一种闲暇 或是你有兴趣的话呢 那你就带着泳衣呢 怎么样 到公共的浴潭呢 去泡泡温泉 当然 私人也有啊 那个所谓的这个旅馆也有 但是呢 我觉得你还是去体验一下 因为呢 北岛它的卖点 第一个呢 我们讲到呢 就是一个火山 然后呢 就是它的温泉 其实呢 在Rotelua呢 在东南边呢 它也有一个类似 Pombei的这个城 应该叫做古城 Pombei就是被火山 湮埋的这个古城 那当然呢 你到了南岛 就不一样了 因为呢 南岛所看的东西呢 它就是冰 所以呢 在纽西兰呢 它有冰 它有火 所以很像呢 有一个国家呢 叫做冰岛 所以呢 到了南岛呢 你其实呢 就是要去看冰山 要去看所谓的冰川 因为呢 冰川 冰河呢 它会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地形 所以呢 在北半球呢 有一个国家呢 它叫做挪威 那在南半球呢 它叫做纽西兰 你就可以呢 利用时间 但是呢 这趟路呢 就比较长一点 因为呢 你可能呢 到了南岛以后呢 你会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呢 叫做Quinstown 我们讲皇后镇 皇后城 皇后镇 那从那个地方呢 要绕一大圈 然后呢 经过呢 这个Tiano 然后再往北走 然后呢 坐船呢 去看这个霞腕 所以呢 在南北两个国家呢 一个呢 就是纽西兰 一个呢 就是挪威 你可以看到呢 非常漂亮的一个冰河 所形成的霞腕的地形 那看完了霞腕的地形以后呢 你就可以回来住 或是呢 住到中途的一个叫做Tiano 那你也可以呢 拉着比较长的时间呢 回到所谓的Quinstown 但是呢 到Tiano 或是呢 你在北半 北岛的地方呢 这两个地方呢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呢 在整个南半球 比较特殊的一种虫 一般呢 我们的翻译里边呢 很矛盾的 我们把它翻译呢 就是会 发光的那个萤火虫 其实它不是萤火虫 它是一种蚊子 一种蚊子的一个幼虫 所以呢 你可以呢 在北边的Waitomo这个地方 北岛 或是呢 在南岛的Tiano这个地方呢 去看看呢 那个尾巴 会发光的那种蚊虫 那这个行程上呢 那就会比较完整了 所以呢 你在南岛呢 那就可以看看冰河 看看发光的虫 然后呢 在很休闲的这个 Queenstown里边呢 可以坐坐船 或是呢 去刺激一下 你可以呢 去跳跳 跳什么 那个叫做高空的弹跳 绑着你的那个脚踝 然后呢 从桥上 43公尺的这个桥上呢 跳下来 然后呢 还要付钱给人家 所以这个是一种折磨 也是一种快乐 那今天呢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那下周呢 我们会到另外一个 更漂亮的地方 再见 撒出了 看下赂 过来 谁不交破 comme 你不是 好가요 好朋友 米子 你去套来 是 你去 你的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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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的眼睛이었我 我常知道我的眼睛 我把我把你的眼睛 我把我把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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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 зай樽 叫了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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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 nei, te mamai, doe mata maturuturu, o anwe Oh ho bairoa, koutou, o ta tau paea, o ta tau matua Tuku to nunei, a kouta uri, o matawai a e Te kaui mua te hapu oroto, o matawai a te ohonga mai O ngā tūpuna, tūpuna O ngā tīne te hapu kei roto, ia ngā pu hindu i tō Ue, aue, aue Ko matawai a te marai, ko miri a te whare kai Ko te rangi marie, te whare, aue Narei ara, mamahara, janei ratou, o anwe Nau to nunei, te mamai, doe mata maturuturu, o anwe Ngo ho bairoa, koutou, o ta tau paea, o ta tau matua Nau to nunei, a kouta uri, o matawai a te Nau to nunei, a kouta uri, o matawai a te Nau to nunei, a kouta uri, o matawai a te Nau to nunei, a kouta uri, o matawai a te Nau to nunei, a kouta uri, o matawai a 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